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宠物的人 我当时养第二只猫第三只猫的时候是一起领养的 可能当时没有考虑的太周全 养了之后觉得还是有点吃力的 但是到现在我是非常的习惯了 并且我也很爱他们也应付得过来生活中的小事 我这里想说的断舍里不是把宠物拿去送人 而是在养之前就考虑清楚 不要因为别人有宠物你也要宠物 不要因为觉得宠物可爱然后就一时兴起 但是又不能养到最后 如果养了的话就一定要养到底 千万不要中途弃养 如果没有准备好照顾他一辈子 或者是没有能力给他好的医疗条件 没有能力给他好的生活 那么就不要养 在养之前一定要考虑的很清楚 千万不要弃养 还有一些宠物不喜欢的玩具 和不喜欢吃的零食这些都可以禁减掉 因为有些东西他们就是不喜欢 第三点运动装备 我们的人生可能有一千万次 都有想去减肥想去保持运动 想去尝试健康的生活方式 然后我们一股脑的就去买了很多运动装备 好像我们买了这些运动装备 就可以马上瘦下来马上养成运动的习惯 结果其实这些运动装备的下场 大部分都是被我们放在家里落回 我们可以去清理掉那些自己 可能不太需要的运动装备 因为运动或者是减肥是一个长期的 需要去养成的一个习惯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提议大家如果没有运动的习惯的话 那么就去养成运动的习惯 我们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运动开始 比如说早上起来跑跑步或者是做做拉伸 然后多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运动 然后找到那个自己最喜欢的运动 然后去培养习惯 而不是先买一堆莫名其妙的运动装备 堆在家里 我们可以等我们有了运动的习惯之后 再去添置运动装备 这里有一个温馨的小提示 就是女孩子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穿好运动内衣 姐妹们 不管你的胸有多小都一定要穿 第四个就是床单 我相信大部分家里都会有很多床单被套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被子 平时放在柜子里也不用 但是也没有说要把它丢掉 我觉得那些材质不好 或者是花色你不喜欢的的床单被套 可以处理掉 或者是一些太旧了的被子 我自己的话是只有两套床单被套 一直兑换 现在大概已经四五年了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第五个就是内衣内裤 我觉得我们的内衣内裤应该经常更新 内裤的话我觉得三个月差不多 内衣的话一年差不多 如果你买了质量好一点的内衣的话 时间可以拉长一点 我们可以去处理掉那些坏掉的 松了的 或者是起球的内衣内裤 毕竟贴身的东西穿太久了的话 也不是很卫生 第六个就是工具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家里买钉子 他会送的锤子 我自己家里就有好几个锤子 因为我之前是聊素系的 我会用到木锤子 皮锤子 铁锤子 什么锤子都会用到 我自己也买了好多锤子放在家里 然后现在毕业了也用不着了 就卖给同学 还有一些我们买来 可能用了一次就用不到的工具 比如说电钻 电钻可能是当时想钻墙 然后买了一个 然后之后也用不到 这种情况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借 去借别人家的东西 然后用完了再给人家还回去 第七个是发卡 我们女孩子通常都会有很多很多发卡 如果很多的话 可以用小盒子装起来 如果不是很多的话 可以只留一两个 第八个就是塑料袋 相信很多人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可能 咋了很多塑料袋在家里 那些塑料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完 我建议大家出门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个购物袋 然后循环利用 因为外面的塑料袋拿回家 然后再循环利用的话 好像也不是太卫生 一般家庭需要用到塑料袋的机会也很少 要么就是一次性的食品包装袋 要么就是垃圾袋 我建议这些东西都用新的 这样会比较卫生 如果担心环保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去买那些可回收材质的塑料袋 第九样包装品盒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着各式各样包装品盒子 包装品纸袋子的习惯 其实也不知道这些盒子自己留下来 会有什么用 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装 比如说买手机 买什么电子产品它送的盒子 或者是月饼的精美的包装盒 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处理掉 如果有的东西它需要盒子才能保修的话 建议保修期后可以把盒子丢掉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少的人 会拿着盒子去领保修期吧 第十个就是餐具碗 杯子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到过别人送的杯子 或者是买什么东西送的杯子 自己也不是很喜欢的那种 但是我们一直留着 因为觉得丢了很可惜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好看 可能上面还有一些产品的logo 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处理掉 直流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毕竟人只有一个嘴巴 你不可能用五个杯子喝水啊 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我喝不同的东西要用不同的杯子啊 比如说我喝茶要用茶杯 我喝酒要用酒杯 每次喝的东西不一样 要用的杯子也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替代的 比如说喝香槟的杯子 也可以拿来喝红酒 喝红酒的杯子也可以拿去 喝百开水 随你你开心就好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好几个 对在一起颜色不一的碗 我建议如果你家里不是每天 有十几二十个人一起吃饭的话 你可以只留下自己喜欢的碗 每天可以用自己喜欢的餐去吃饭 心情和食欲都会变得很好 我就只有我自己吃饭的碗和筷子 导致有时候有客人到家里来玩 都会吐槽我家里没有可以用的筷子 我自己倒是觉得没什么 因为首先客人不是天天来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客人 而准备这些不需要的东西 而且就算有客人来了 我们可以准备环保的一次性餐具 我反而会觉得家里有那么多碗 堆在一起 哪也不方便 洗也不好洗 你可以看看你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筷子 然后有些筷子已经发霉了 或者是你买了一整套 有24只的勺子叉子和刀 我的建议还是只留下 我们最喜欢的最需要的 这个影片说了20个 我们可以考虑去断舍里掉的物品中的10个 快去行动起来吧 下一部影片马上到 欢迎接着看下去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和关注 然后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讨论 期待你们给我留言 我是吴雨昌 Alessia Gatti 我们下部影片见 再见